關心這三天的天氣變化 今天主要在北部跟東部地區 還是會有下雨的 以及中南部山區 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震雨 那麼氣溫方面 比起昨天更涼了 各地的低溫是在19到22度 而今天的最低溫 是出現在陽眉有17度 是今天秋天的最低溫 那麼明天開始 颱風遠離之後 回復到東北風影響的環境 週日清晨以前 東北氣風帶來的冷空氣 會比較乾冷 所以各地都會有秋天 涼涼的感覺了 中部以北低溫只有19到20度 那麼要等到週日 整個東北風減落之後 氣溫才會稍稍回升 秋天的天氣變化比較大 請適時的調整穿著